欢迎来到圣湖安教堂 作为修道院建造于一处当时完全无人居住的区域 建造日期尚不清楚 据说在银行业富格尔家族执掌阿尔玛等矿山期间 在他们的住处有一个牧师负责主持每周三次的弥撒 以此庆祝皇家矿山和生产的成功 作为财产的所有者 采矿机构有权每年任命奴隶监狱和本修道院的牧师 在整个18世纪里 这里一直是创立于1732年的玫瑰金圣母团体兄弟会的活动场所 当成员牧师桓·凯耶塔诺先生于1756年逝世时 他要求被埋葬在圣湖安修道院 由于这里是国家财产 必须征得矿产主管的许可才可以 后一年出于同样原因 第一任管理者卡洛斯科勒的遗体也被埋藏在了这里 如今作为一个教堂 这里的钟楼已经不复存在 包括原始的石钟和它引人注目的正面 以及石柱 还剩下一个小的钟 在它下面的玫瑰窗是从前钟的位置 在教堂内部有一个通往畅诗处的螺旋楼梯 山墙一直从顶上延伸到下方三角墙的底部 主祭坛上的矿工基督和圣湖安鲍蒂斯塔的雕像十分惹眼 在建筑入口处楼梯的下方 有一条通向圣湖安转盘的通道 这是18世纪采光工作扩展到这一处的成果 现在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 同时我们邀请您一起前往下一个景点 继续探索有关阿尔玛登的更多故事